欢迎收看新台湾上线 今天的节目没有极限 今天橘子到底回不回来 这两天是所有政论节目 包含司法界都在讨论的话题 因为橘子他的年纪只有37岁 橘子有大好的前程 橘子有非常好的家事 可是现在因为阿伯的关系 现在滞留日本 所以橘子到底会不会回来 大家都在讨论 《镜周刊》的记者林俊宏 特别在受访的时候 说什么呢 他说根据他这段期间的采访 他发现一件蛮恐怖的事实 他说什么呢 橘子很有可能吃了衬托铁的心 不会回来 尤其是橘子在现在 检察官都没有联络上他 检察官透过是什么呢 透过橘子警戒 关系良好的友人 非常信赖的友人 请橘子回来 所以目前来说 看起来橘子几乎是处于失联的状态 看起来橘子几乎就是要逃亡了 所以林俊宏特别在访问的时候说到 现在检察官已经在思考一件事 如果强制局提再不到 就要对橘子发布通计 在发布通计之后 就要注销他的护照 接下来橘子很可能面临长达20年 乃至于30年的逃亡生涯 很多人都说橘子家里有钱 他逃亡可能跟一般人生活没什么两样 甚至比我们这种社畜 在台湾定居还来得过得舒服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曾经有一位人 他叫做黄芳燕 黄芳燕大家可能还有点记得 他当时就是在扁岸爆发的时候 帮陈随便帮吴淑貞带了在西装里面 带了4500万的裸钻 带到了美国 黄芳燕听说手上有好几亿 帮陈随便跟吴淑貞的钱 也一起到了美国 黄芳燕到了美国之后 他旅居加州 买了非常多的房子 而且有多位红粉之籍 没有固定交往的对象 平常休闲活动就是打高奥夫球 跟喝红酒 看起来黄芳燕在美国的流亡生活 过得非常的惬意 可是大家记得黄芳燕 最后是饮淡自尽的 看似风光的生活 可是在逃亡的压力之下 现在传出来 黄芳燕当时一到美国 就因为身怀巨款 被美国的黑帮盯上 而且他成天都担心 FBI会来抓人 他更担心逃亡的生活 有一天等待他的是牢狱之灾 他甚至写了一封写书给吴淑貞 上面写Promise is promised 就是说承诺就是承诺 Miss you so much 我好想念你们 但是最后黄芳燕 即便六十几岁到了美国 而且传说他是有双重国籍 他是有美国护照的 他非常适应美国生活 可是在他73岁的时候 饮淡自尽 这件事情让我们不经联想到 橘子今年才37岁 如果他铁的心 要为柯文哲展开流亡生活的话 这件事情橘子真的承担得住吗 我们节目会好好跟大家讨论 另外橘子在台北市政府的角色 到底是什么 这两天接连有媒体跟政论节目 以及曾经在台北市政府待过的接连爆料 橘子在台北市政府的角色 就如同柯文哲的KGB 他平常除了随行柯文哲之外 他还肩负一个任务 叫做监督每一个局处长 以及包含蓝绿议员的行踪 只要橘子认为这个人行为怪怪的 马上拿手机出来拍照 他觉得这个议员可能有违法的地方 马上把手机拿出来拍照 这个拍照细节 连局长打瞌睡 连局长出去洗头 全部都拍照完毕 这真的是橘子吗 柯文哲正在身边养了一个KGB吗 可是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橘子绝对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的角色 包含有执行人士特别说 当时谢明珠 也就是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 谢明珠 也是帮柯文哲安排到日本 去访问日本政要那位谢明珠 在府内竟然被局子跟拍骚扰到 不得不换一间办公室办公 甚至当时的社会局局长陈雪慧 在离职之后 公开说什么呢 公开说在柯市府承受强大的压力 我到现在为止 我心中是有怨念的 就是在柯团队的十三个月 为什么有怨念呢 他说他压力大到任内酗酒 离开台北市政府之后 六个月的时间无法出门把自己封闭 所以如果局子在旁边 扮演的是KGB的角色 那柯文哲不就是贯彻毛泽东 动用红卫兵去搞文化大革命 互相结窗疤 互相内斗的巨马吗 所以如果局子是这么关键的角色 他到底在精华城中 有没有更重要的角色呢 另外有一件新闻 今天爆了一个超级大料 什么爆料呢 现在传出来柯文哲不是第一次积压 没有积压成功 中间那一天的空档 特别跟蓝白立委坐包机到花莲 去跟傅昆琦的母亲的公绩 去上香致意吗 当时现在爆料出来 旁边坐的人叫做吴忠宪 柯文哲非常紧张的问吴忠宪 我的USB 我的手机 到底会不会被检察官解密出来 吴忠宪说一定会解密出来 而且解密出来 一定会被勾机比对 所以如果柯文哲一早就知道他的手机 他的USB是这么的关键的话 那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被检方完全破解了呢 这么多机场内容 今天节目都跟大家讨论 进入节目讨论之前 先来介绍今天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 定宇哥你好 正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政媒体员王瑞德 瑞德哥你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政媒体员康仁俊 冷俊哥你好 大家好 第四位是资政媒体员王思琦 十一姐你好 大家好 第五位是社民党台北事务员苗布亚阿苗你好 大家好 第六位是职业律师陈均伟雄大律师你好 大家好 这位一位是国民党台北事务员张伟远 委员你好 正好大家好 因为状况是这样 举止到底回不回来 我们大家都在讨论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或是对北检来说 举止的角色至关重要 现在传出来举止有USB的原始档案 现在传出来很多金额的金手人 都是举止去拿钱的 所以举止回不来非常重要 可是林俊宏就是近周刊人记者 他过去两个月以来 柯文哲的所有新闻都是林俊宏跑出来的 非常优秀社会记者 他现在上节目受访问 他说举止可能铁了心不回来了 而且林俊宏的角色基本上在民众党的眼睛里面 他就是一个写科幻小说的人 没错 仪框 但是这段时间他所写的东西 现在看起来一一验证回来 人家写是有所本的 那现在问题来了 大家非常关心说 这个所谓的举止徐子瑜 到底现在人在日本 目前的讯息是在这里 但是到底日本的哪里 老实讲也没人知道 可是问题是检方事实上在上一次 也有公开讲说 他们现在举止是一个证人的身份 而且检方会积极的联系 希望能够跟他取得这样一个联系之后 对于案情有所厘清 但问题是局限到今天为止 第一个人没有出现 第二个没有任何的声明 所以这个林俊宏 他自己出来讲 他说什么 他说其实这一段时间 检察官是有跟这个所谓的徐子瑜 想要联系 而且你知道吗 他的内容他想要什么 他说徐子瑜本来是在听到消息的 这个当天就要出去 但是后来你看 他是隔了两天 在检方发动大搜索之后 才紧急走人 而且还提到他为什么要走 北柬泄密 不是 是因为阿伯叫他走 所以阿伯怎么知道北柬泄密 那可能阿伯当时也在写科幻小说 觉得有可能有问题了 但是后来就说到 要他保护好手上这个四百万 那我先到这边问一件事情 如果是柯文哲告诉徐子瑜说 你四百万保护好 请问徐子瑜到目前为止 人还在日本 那阿伯应该不会讲说 我跟你讲 就是到底静中 他怎么知道这四百万 这四百万怎么出来的 所以因为他有个举止的警戒好朋友 目前透过这个警戒好朋友 跟北柬联络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 确实是有这个互相上面的联系到 而且还讲说什么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是 简方其实也都有一直透过这个所谓的警戒好友 然后希望请他回来 而且重点是什么 你知道他其实这里面才提到一件事 其实民众党根本搞不清楚 徐子瑜到底去日本干嘛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讲说 他以为他要去日本读书 结果现在看起来 我也讲实话 如果徐子瑜他只是一个听命办事的随行秘书 那在这件事上面 老实讲我是奉命行事 那就回来啊 我也没拿到任何的好处嘛 那这中间老实讲 我也是帥啊 我老闆叫我做生 我就做生啊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还不回来 这个也很奇怪 所以林俊宏就讲说 他是不是不回来了 他居然讲说 对他大概是吃了衬托铁了 心不回来了 为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呢 其实检察官哦 因为有透过这个所谓的警戒的这个友人 对不对 请他回来 而且还讲说 问你什么时候啊 比如说你现在在念书 对不对 那念书总有放假 六日飞回来一下就可以 两三个小时就回来了嘛 你上次去日本就知道很近嘛 进到你去那边办一下顾行李箱 上次是我人生第一次去日本 是是是 就问你怕不怕 然后就直接在那里帮忙顾行李这样 你还可以松山落地 好但问题就回来了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直接联络上 所以他直接怀疑就是读书 看起来是什么 你知道是一个堂舍的理由 对 那到底老实讲 你今天不回来或是怎样 目前是证人的身份 但如果今天检方认为 或者是老实讲也不是检方自己 就撕破脸了 检方要撕破脸之前 他也要有证据 是 就他也要证据 就是说你局在这里面扮演的那个关键角色 会跟阿伯这中间要有连上关键 不是只有听命行事的这件事情 所以有没有可能是 你以为你在日本不回来 我就拿你没办法 不是就逍遥法外了吗 所以你看像他们跑司法记者就知道 检方也有很多武器 比如说你的护照 也有可能也会被注销 要全面注销护照 他就只能待在日本飞不出去了 那这个前提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说如果他是持有中华民国的护照出境 他本身没有其他国家的护照的话 那他变成是什么 你知道护照被注销 那完蛋了 大家会找你了 你变成是非法居留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叫日本遣返局职 对啊 而且你看他如果是用留学的身份 那个老师讲 那个禁管那天都有相关的资料 因为留学身份进去跟居留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是全面注销 而且他讲在过去也不是没有过 这个经验 那之前在这个追高检查中 秦泰昭上人之后就已经把这个所谓的国内的重大通缉 要全面注销这些通缉要办的护照 对啊 所以你都已经有这个做法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个检方来讲 老实讲他的武器在手上 我只是要用或者是不用的 但我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 如果橘子他就只是一个听命办事的人 那老实讲你就回来讲 你也是衰啊 遇到这种老板 但问题是如果橘子他是帮忙做记账的这个角色的话 你看你除了帮柯P处理钱 你有没有帮忙收 你有没有记账 那所以 所以就是前案的共同被告 差别是这样 就是说他你的这个证人的角色其实是非常重要 你要再证明是柯文哲是有犯罪 在这个前提你就叫做证人 但如果你变成共同被告 意思就是什么 你也有收到好处罰 你有拿到对价 那就完蛋了 你知道吗 因为检方事实上他有一个武器 就是我只要掌握这个市政 我市政不一定要你举止亲口承认 是啊 我只要其他的东西 我抓得到这个对价关系的时候 我也有办法把你转过去 他领柯P的薪水 他帮柯P去拿汇款 拿挖汇款又帮柯P去记账 对于检方来说 我随时可以通缉橘子 或者你这中间 你有没有拿到一些水费 这个老师也不知道 而且柯文哲那么爱记账 也不知道USB上面到底记了些什么东西 很多人会说橘子家财万贯 他去治本 一样过他的皇帝般的生活 可是人均跟你说 过去也有一个人 他叫黄芳燕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是阿扁总统旁边的橘子 他当时一出事的时候 帮吴淑珍洗钱洗了两亿八千万 保管一亿元的七十五件珠宝 以及新台币六千元的款项 而且他坦诚 自己西装外套 有吴淑珍寄放的十一颗裸站 四千七百万 他当时就是嫌吴淑珍之命 跑到美国去居住 他身上有几亿元的巨款 他过得非常好 他旁边有非常多红本知己 他天天打高尔夫球 他天天喝红酒 可是你说 他过的日子苦不堪言 所以我就讲 你提到黄芳燕这个例子 事实上也是在告诉橘子什么 你知道我们刚刚提到说 你是不是有从中间提到 拿到对价 或提到拿到些什么好处 但问题回来 你看黄芳燕 他当时被列为被告的时候 他只是帮忙保管 他就是保管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他就是大颗的橘子 橘子四百万 他四亿啊 但我现在讲黄芳燕当时的过程 你现在回来看看橘子 两个是不是很像 很像 黄芳燕在2008年11月3号的时候 出京到美国去 结果去了美国之后 事实上检方也有跟他联络 黄芳燕当时是坦诚说 自己的西装外套 有无数针 寄放着11颗的裸钻 价值四千七百万 他当时有坦诚的这一个 那老实讲 我们都觉得你有坦诚 坦诚其实老师说 你也可以回来 好好的讲 司法上面也可以有一些 谈的空间 但是黄芳燕选择什么 他不回来 他就流亡了 赫甄组当时两次用证人的身份 去传讯这个黄芳燕 他都没有回来 而且还透过他人代为联系 是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对不对 最后没有到案 发布通气 对 那现在问题 通气时效是一件事情 但是你刚刚提到黄芳燕的状况 老实讲 他也算是在当时社会贤达 是 他也很好的了 对 而且他的资产都自己放 对 你说他到美国去呢 干什么 大家都觉得说 我告诉你哦 他到美国去的时候 你看黄芳燕旅居家之后 是 买了不少房子 对 还说有好多位 这个所谓的红粉之族 没有固定交往的对象 他的这个所谓的友人 还也给他传出来 讲说 其实黄芳燕啊 这个生活很单纯 收藏好久 小酌习惯 有空就去高尔夫 这个老实讲 我也觉得我蛮羡慕 这种生活的 对啊 但问题就回来了 你知道吗 他后来被传出来的是什么 大家突然传出黄芳燕死讯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不相信 你知道 这可能突然就死掉了 对 我们想象有钱人 就算流亡 过的生活 还是人上人啊 后来大家发现到说 讲出 他传出死讯 是因为黄芳燕的儿子 说他好几天 没有联络到父亲 所以那时候 跟警方报案 那老实讲 他说他到了这个 加州的这个 这个老 那个爸爸的那个房子里面 才发现到说 在车库里面的车子 看到他爸爸的尸体 而且是什么 后来传出来讲说 车内有枪支 安眠药跟酒 后来那个 当时的美国警方 去相验的时候 证实说 他其实是枪伤 而且是 自己结束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以为 流亡生活 只要有钱 就没有压力 可是那个压力 是大家不能想象的 好 这时候就有一个叫 黄崇燕是黄芳燕的 这个弟弟 他说真实的是什么 他说第一个 台湾政府一直透过 司法互助 希望把黄芳燕带回来 第二个 黄芳燕当时买了一把枪 压力大到买一把枪 在美国买枪 老实讲不难 但是他买枪要干嘛 他说如果FBI 到他家去抓人 他会立刻举枪支禁 不会束手秀服 那个压力有多大 他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担心被破门而入 好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他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的是美国的警方 FBI联邦调查局 对 但我跟你讲 还有另外一个无形的压力 是你看不见的 什么压力 当时也曾经有人爆料说 黄芳燕到美国去的时候 事实上他的行踪 不会没人知道 你想想看 你身上带了这么多的东西 这些都是钱 有一亿元的珠宝 新台币六千元的款项 还有四千七百万的裸赚 他到美国就被美国的黑帮盯上了 你光讲 就是你光想就好了 他公开承认的有这些 一定会有人觉得 你一定有没承认的 那问题来了 他说他速度被掌握情综的时候 还传出来美国当地的黑社会 把他视之为叫做飞洋 他被黑白两道都威胁 白道你或许只要担心就好 但我跟你讲 黑道找你你会害怕 还示意敲诈勒索 所以那时候就传出来讲说 你以为他过得很开心 过着你羡慕的生活吗 没有 他到底还能够称托 而且你知道吗 后来事实上 这个民众党立委陈昭芝 陈昭芝就关陈昭芝 什么一回事 他对这些一定有印象 因为那时候传出来说 黄芳燕曾经透过陈昭芝 写了一封信 写书 转交给吴淑珍 那个信的内容 其实也都是提到说 因为这是黄芳燕 他自己写下来字 所以太写心 我们把它去射 可是新英文写书上面写 Promise is promise Miss you so much 承诺就是承诺 他跟吴淑珍讲 我不会把你们供出来 但是我非常想念你们压力大成这样 好那问题是 黄芳燕你到底拿的是 你到底是有什么东西 让你不能回来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十字刀拿到钱的人 你就不够帮忙保管或是怎样 那现在问题回到橘芝的身上 陈昭芝劝一下橘芝 你讲到重点了 对不对 当时陈昭芝对这件事情的过往 他不会没有记忆 现在陈昭芝到了民众党 还当了立委 我不相信他没看过橘芝 而且黄芳燕是六十几岁人出国的 压力都那么大 橘芝才三十几岁 这叫流亡三十年四十年谁受得了 而且老实讲 如果真的只有四百万 值得吗 对 这不是四百万 你倒也没缺这个东西 我就说真的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大家就非常好奇 就是说举止你现在的态度 你是在等检方到最后出狠招 对 还是你觉得就是说没关系 无所谓 反正我可以到处去 这个现在就变成检方 在积极努力联系他 希望他真的能够回来说明 好 非常谢谢仁俊哥 仁俊哥回来问上 那我想问定语委员 就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举止到底会不会回来 其实两派意见 一派意见说他不会回来 他家很有钱 去哪里过的生活都很好 另外一派意见是说什么呢 他这么年轻 没有人会为了柯文哲 去扛三十年四十年的逃亡生态 可是问题是有一个曾经 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 叫做黄芳燕 相信定语委员 一定都熟知这个人 他曾经帮陈伟扁家庭扛上了全部 他在美国过的生活 传出来也是非常好的生活 可是压力太大 最后不幸亲生 所以定语委员 举止才三十七岁 他扛得住这些吗 第一个黄芳燕 坦白讲 刚才我们听他描述 他在那边过的不是经济上的问题 对 他没有经济上的问题 他最后拿枪寻短 对啊 为什么活不下去 那当然我不是说举止一定会这样子 你知道什么状态 我就不讲一些名字 因为有人也不在了 是 我看过好多政坛上或富商巨股 有钱人 有钱人 因为案子逃亡的 对 没有一个活得下去的 没有一个活得下去 有的回来自己上手铐 我们有一个前市长 对 就带回来上了手铐回来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假设郑昊今天要流亡 你要逃亡 假设你也是 有红酒跟豪宅吗 还有不固定的对象 没有 这是不行的 如果你没钱 你根本活不下去 对 没钱过不好 没钱连逃亡资格都没有 日子很难过嘛 到外面不能打黑工啊 对 有钱哦 是很难活 是吗 因为大家知道 因为你卡到案件 对 你身上有钱 你身上没钱 你家有钱 对 会有人靠近你 我现在也没好过 我知道你住这里 用英文的 用日文的 用韩文的 用外省腔的 中文的 我日子不好过啊 这个你也需要人家保护嘛 一个来 两个来 那已经不是 十万 一百万 这样拿的问题 对 你永远不知道 敲门你那一个 是来要你命的 还是要你钱的 对 那你经济无语 怎么办呢 你要不要带着 有人会来 要叫你当Sugar Daddy 对 有的人要跟你勒索什么的 所以 那个日子很难过 尤其呢 像橘子也好 或者黄院长这样的 他们其实都是一般的 善良百姓 对 那个不是那种 二项党边生 什么富贵选中求 神党骑兵那种 他不是 去国外扛得住的 诸国龙跑 我就说他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我就说 一般的善良百姓 因为这种状况跑出去 对 那是肥羊啊 大家会围上来啊 所以我第一个要跟 橘子一方面是年轻 还这么年轻 家室也不错 你卡到案子 对 你如果是正常出去留学的 人没来跟他搅拌 对 你卡到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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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走路 我给你卡油 刚刚好而已 对 所以会有问题 这就是黑道的心态 所以我站在 就是大家无冤无仇 你就是卡到案子 案子有罪就有罪 没罪没罪 但是 人命无价 对 我觉得 如果是他家属 真的劝他回来 我觉得 又不是他干的事情 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 你回不回来 对于目前涉案的人来讲 影响不大 不要那个promise is promise 对 不要promise is promise 黄芳燕有没有回来 最后陈瑞扁总统 该怎么判 还是怎么判呢 阿扁的案子是一件事情 那黄芳燕为何是这样子 那心里的郁闷 你真的以为 他日子过得很好吗 那心里的郁闷 到最后走向绝路 我相信在台湾他的友人 也会觉得不值得 对 那今天也一样 柯文哲案 朱雅虎认了嘛 沈沁金 去外面 吹个冷气 两个礼拜后 押回来 可能即将也要认了 你以为他不会认吗 对 然后呢 这些收惠组的 就是市府团队组的 李文忠等等 大家都会去 做好自己该做的角色 是 所以橘子 你 就不管你家事如何 你就是一个 你就是一个人 这一个人 应该要有自己的安全 要有个自由自在 无语的生活 你没有犯法 不要留在外面 你留在外面 真的 那个不是一个安全的方法 那我最后要讲的就是说 橘子的角色 坦白讲 他的角色是一个知道皇帝在想什么的人 就是如果柯文哲是皇帝嘛 他是蛔虫 他知道皇帝在想什么 对 没有 他不只是蛔虫 他跟皇帝可以一人分事两脚 今天不是讲吗 有一个人 柯文哲说 来 来市府上班 橘子站在说 没有缺了 橘子站在 他掌身杀大权 今天有市长说 正好 你现在没工作 来来来 我们那个什么处 你来那边上班 橘子站出来说 没缺 连说三次 连说三次 然后柯文哲说 没缺 那就结束了 你真以为是橘子 跋扈嚣张吗 不是 可恶的是让他做坏的 那个有权力的人 他是知道皇帝想什么 还会跟他一人分事两脚 然后呢 他会出现在哪里 出现在皇帝会到的 每个重要的场域 没错 然后呢 他的业务是什么 随行 去录影 会跟在旁边 然后呢 他等什么都要管 皇帝不高兴的时候 他会联络说 你最近表现不好 会帮他念两句 对 然后第三个 橘子呢 看起来他的社交生活是零 对 是封闭的 这个年轻人 我不知道他本来是不是如此 至少他赢得皇帝的信任 因为最受信任的那个人 一定是把他24小时都奉献给老板的那个人 嘴封起来 第一届叫菜壁如 第二届叫橘子 都没有什么朋友 对 没有什么社交生活 但是呢 又要为这个老板言行乖章 跑去给他偷拍照 跑去吓人家 是 跑去内斗 跑去骂人 你真以为这四个小女生自己要这样做吗 一个社交生活封闭 却会处处嚣张对付人 他对付的是他的什么人 根本不是橘子的敌人 他对付的全部都是皇帝的敌人 对不对 而他人生现在三十来岁 跑到国外去 你看看黄芳芳燕嘛 对啊 你是太阳刚在爬起来的时候 你也没犯法 他有大好人生 你也没有犯法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被通缉 也许不会 但是你现在被大家知道 你卡到这个案子 不敢回家 只要那个不敢 就好咖哟 所以 就回来嘛 不会因为你有什么大的变化啦 就回来 甚至于回来 你就保持坚默 也是你的权利 回来找个好的律师陪同你 也是你的权利 对 这一关过去了 人生还可以继续 是 非常借定委人分析 可是我想问熊大律师 通常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周刊在分析 是说 如果旅船不到 可以通缉 对 那这个第一件事情 通缉要通缉多久 第二件事情 被通缉的人 我在国外 有没有可能也被引渡回来 第三件事情 举止在本案的角色有多关键啊 有多关键就有多关键 我先讲一件事啦 曾经我有一个被告 他被抓的时候 然后 竟然那个画面出来 他是笑咪咪 郑浩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是觉得 啊 还好放下一口气 终于被抓了 终于被抓 因为他每天在那 对 很多通缉犯 就算在台湾逃亡的 被抓的那一刻 他其实放下心了 终于被抓 他不用再逃了 所以大家知道 犯罪心理学里面 有讲第一课就是 这一些犯罪的人 或可能涉嫌犯罪的人 绝对不是你想的 每天都很快乐 在那边花天酒地 其实很多人是在睡梦中惊醒 那最后最惨 当然就像黄芳燕这样的状况 十大通缉要犯 这是最高检察署 最新公布的十大通缉重刑 而且重刑 至于吗 这个类比橘子 如果你是贪污罪的共同证犯 你最重就跟阿伯一样 无期徒刑 如果是共同证犯是 不输他们 不输他们 你不要再嚇他了 他更不会回来 我们是按照最高检察署的公文 最高检察署说他们最近有一个叫做判决确定案件 外逃人犯注销护照 注销护照的精进作为 精进作为计划 他按照什么 时间 刑度 案件 还有逃亡的状况 所以我帮大家做重点 第一个时间 当然第一个时间 当然有罪确定嘛 所以橘子你就耗嘛 你就耗到什么时候 阿伯罪行确定 那就是通气的开始 是 再来刑度 六月或更重之刑 他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 最重无期徒刑 再过来案件 重大案件 超重大 里面特别来特别看 有包含什么 涉嫌内线交易等等 政交这个都是什么 经济犯罪 最后 还有一个贪污等 贪污等 对 没错 最后外逃的状况 所以你看这十大槍 我全部把它圈起来就是这些 不外乎是什么 比如说贩卖以及毒品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什么 像这个什么王兴契 十七年三月 林正好 林正好十六年确定 最后还有一个贪污 不要以为贪污没有事 贪污罪 这个叫什么 林河南 他是判处有期徒刑 二十二年 那你说刑度轻的 会不会 一样也会 最后这两个 重刑犯是什么 都是这个五年 还有四年 都是电信诈期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有看到 他把全台湾 一千六百个通气犯的护照 全部注销 这是今年四月八号 没有错 真的事情 讲一讲我们检察官 最高检察署 已经在处理类似举止 这样的案例 所以时间关系就有广告 我们回来 让熊大律师继续分析 如果举止真的坚持不回来 会发生什么 严重的后果 上那节目特别 熊大律师讨论 就是这则新闻 台湾 一千六百个通气犯 全将注销护照 最高检察署 2月2号 邀集全国一二省的检察机关 外交部也要协同 外交部的领事事务局 刑事局 调查局 海巡署 移民署等机关 召开了判决确定案件外逃人犯 注销护照的精进作为 把所有包含毒品 家中诈欺 性侵杀人 强盗证券交易法 盈案法 以及柯文哲跟局子可能涉入的贪污罪 的一千六百名通交犯 全部注销护照 所以雄岸女士说 如果真的发布通缉的话 局子护照被注销后 他在日本就是更危急了 没有错 郑浩你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航战奇远》吗 是 就是一个无国局势人 国际人球 他们的探客师 他也不知道要回国 回到他的母国 还是要继续留在美国 就是因为怎么样 没有护照 所以他只能在日本出境的 那个境外免税那一区 可是会有漂亮的空间 雄岸女士 我要跟你讲 我们跟日本有个默契 我当然不是讲局子 我们发生过 一个被通缉的人 被注销护照 日本跟我们没有引渡条约 日本的警示厅 会把这个人 带到我们国家航空的空桥 那个叫浮动主权概念 然后在空桥刑事警察局 一手把他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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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无护照的 罪犯的处理方式 所以走到最后局子 还是得被抓回来 是没错 其实你说台日 虽然没有形式的 这样的司法互助协定 但是我们是怎样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所以双方的 双方的 是这样又是反好 台湾的司法案件 就等同日本的司法案件 台湾Emergency 日本Emergency 如果今天国际刑警组织 都发布红色通緝 你觉得日本能够做事不管 对 如果今天日本做事不管 等同什么 以后我要犯罪 我就逃到日本去 或反过来 日本人逃来台湾 我们也可以不管 是啊 所以我一说 依照国际法惯例的 这样的一个默契 橘子你后面 你会面临一个 非常非常尴尬的状况 所以我们来看 橘子的角色 现在检察官只帮你当证人 对 你只是要来传唤 你传唤不到可以拘体你 当然拘不到 他就变成 刚刚定义委员讲的 就是比如说 通气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如果你证人 你还不到 不好意思 你就变被告 那你被告有什么东西 张务罪 什么叫张务罪 今天柯文哲 他手上 交给你的这些政治现金 USB等等 你把他带出国 这就叫做张务罪 张务罪是五年以下有歧途性 当然不排除什么 违背植物受贿罪的 共同证犯 他举止我会说奇怪 跟神晶晶谈的 也不是我 可是如果 我们在法律规定 只要犯罪行为阶段 某部分你有参与 比如说你把钱藏起来 你也曾经跟柯P 去过陶珠云也喝酒 在里面喝酒唱KTV 你有没有参与 或听到一些事情 有没有点歌 所以只要检方把你列为共同证犯 他违背职务受贿罪 就是十年到无期徒刑 所以举止 如果你再不回来 检方他是有很多方式 所以我说 如何处理局的案子 第一个当然你主动归国 这当然是最好的 其实你好 柯文哲 其实他当然有点担心 对于台湾的司法 大家也会觉得 这也是符合的法律程序 如果柯文哲是清白 橘子逃什么逃 是啊 没错 那你就大方回来 我觉得民众党应该公开呼吁橘子回来 是啊 你就大方回来 带着USB 或者没有USB 你就说没有这个东西 民众党上街的诉求 就是橘子归国 是啊 阿伯无罪橘子归国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 会跟被告讲 其实如果你没有犯罪 你为什么要保持肩默 如果你没有犯罪 你为什么害怕检方去传罪 你依法去办事 依法去做事 所以第一个 我们当然是呼吁他主动归国 如果你不主动归国 当然也有人提到说 可以视讯办案 可是这个就是要看检方 愿不愿意去做 当然还要日本那边配合 还有一个就是说 到日本去救训 台湾的检察官到日本去救训 但橘子你有那么大咖 这个是打造问号 最后就我们今天讲 你有可能怎样 注销护照 遣返台湾 遣返回台湾 我觉得如果橘子 你前面几个不做 你最后的下场 可能就是注销护照 你变成无国籍之人 你到时候回来台湾 不是开开心心 或者说是一个正常人 坐飞机回来 你回来会是被上手铐 带进海关 再带进台北地检署 接着再跟科文者去对质 这个画面 我相信对一个年轻人 他的社会经验不多的人 不仅难看 我觉得会造成他心理 非常非常大的创伤 所以亡羊补牢 游位玩矣 趁现在还没有到 那个醉糟的状况 我觉得橘子 如果没有事 你就大方回来 那如果有任何的状况 你觉得真的 你好像帮科匹做了某些事情 其实你本来你的法律上义务 你也必须配合检调办案 禁诉归果 好非常谢谢熊大律师的分析 本来就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嘛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举止 现在角色我们发现 这个人真的深不可测 原本最一开始 以为就是一个小跟班 后面呢发现呢 他可能是属于那种大内总管 对不对 包含李莲英跟前跟后的角色 现在更新了 他竟然还兼柯文哲的红卫兵 台北市政府的KGB 现在传出来讯息 局子还兼负责去监控 每一个局处长 以及在台北市议会议员的责任 局子必须随身带着手机 他看到哪位局长 局长打瞌睡拍下来 看到哪位局长 翘班去洗头拍下来 甚至还潜伏到市议会 去拍议员的办公室被抓包 所以现在许淑华议员 今天受访说 他真的被局子哽牌过 我们看一下相关报道 局子局子宇 原来呢 他不仅是柯文哲的私人账房 他还是一个偷拍款 经常呢 在这个议会偷拍议员 或者偷拍议员办公室的事情 那曾经还在警局报案过 有助理来报案 所以显然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身边就是一起 都是暗黑成动的人 当时呢 我在因为在跑地方行程的时候 有碰到局子来偷拍我 而且偷拍完了以后 还把影片拿给记者去做文章 攻击议员 这就是他们一贯的暗黑手法 瑞德哥太可怕了 这根本就是红卫兵的手段 叫一些年轻人互相举报 举报出来就互相内斗 难怪现在有柯批卸任的局处长说 他压力大到任内酗酒 离任之后在家里关紧闭 自闭半年才出门 我请问一下郑浩 那么在柯批第二任的 这个台北市长的任内呢 四年以来 我们听过局子徐子瑜的这些传言吗 没有 都没有 所以更可怕的是 想这样的人 那么就在柯文哲的台北市长的周遭 然后柯文哲是当市长 但是他当了一个 有宛如是一个地下市长的身份 对 而我们都不知道 各位为什么 你知道橘子 你又带一颗橘子来 橘子有一个特性 因为个人非常喜欢吃橘子 是 所以剥橘子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因为一剥 那个汁不能喷到眼睛 哎呦 会痠 会痛 懂了吧 这就是橘子的功劳 为什么呢 因为让你非常的不舒服 让你那么难过 不要看他小小一个 可以让你多很多天 为什么 因为呢 现在去爬梳所有 跟这个橘子交手过的人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大家都在说 他这个人呢 事实上是非常难相处的一个人 是吗 没有错 只有 只有台湾民众党的立法院的总召 黄国昌说 他就是一个单纯的人 不过因为黄国昌这个人不单纯 为什么 因为不单纯 他看谁都算单纯 等于说幻想文 别人都是科幻小说的编剧 对 他说阿伯没贪污的原因 竟然是吃便宜吃很快 对 这个逻辑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如果那么单纯的话 为什么不回来 那么 那么世上呢 就看起来 他拿手机乱拍 有一次因为被一个绿营的民进党的议员办公室里面拍的时候 被人当脏道 他去拍议员办公室 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 还真的不知道橘子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现在回看过去媒体不小心拍到的画面 他就是一个几乎在人群里面 没有存在感 你不会特别去注意他的人 这样的人才可怕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去注意他 而他在注意你 而且他在拍你 那么他被张到以后 赶快来 拜托拜托没事了 赶快来放了 朱卫锦态度就退缩了 我问你 朱卫锦一听市长的随形 哎呦 惹不起市长的随形 对吧 所以后来 这件事情 听说后来就要求他把相关偷拍的照片删掉 删掉 删掉是不是先把图档叫出来 就发现有其他人的 他发现他的手机还有许多议员办公室的拍照 不分蓝绿 很多的媒体的报导 一个一个这样揭露 到底真的假的 这个我不知道 但问题是不只他这样讲 许淑华现身说法 许淑华现身说法 许淑华也这样讲 他确实有偷拍我 那你又干嘛偷拍人 偷拍人就是把这些照片 听说 把这些照片如果上传到柯粉 相关的群组以后 他去骂那个议员 他还上传到柯粉群组去攻击议员 个人私底下是这样研判 那除了许淑华之外 我个人认为解舒培应该才是第一名 我觉得前三名里面 苗博雅也脱离不了关系 等一下我们问一下苗博雅 应该也是这样 因为大家都知道 除此之外 我后来最近八个礼拜以来 我们在讨论柯粉则相关的事情以后 我才对一个人觉得不舍 谢明珠 以前我不认识他 但是我后来从他的那种委屈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告诉各位 谢明珠的身家 跟相关的财力非常雄厚 所以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钱 他不需要靠钱 但是你要知道 人有钱的时候 总是希望说 能够有名下 对 所以谢明珠后来 去当台北市长市主任 经过人家介绍了以后 去当柯文哲的办公室主任 两年多 就没想到 居然也被举止 那么这是 被举止 对不对 因为不合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暗中偷拍主任行政 不合 还会打小报告等等 因为谢明珠自己 除了在辞掉相关的 这个经济会的董事之外 他也说嘛 那段时间他非常难过 对 办公室主任行下面一属 这市长的办公室的主任 对 哪有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在外面的 被看走了 哪有那种事情 办公室主任的办公室在外面 不在市长市 哪有这样的事情 那你就知道他市长蛮可怜的 因为被举止暗中偷拍 所以只好在另外找个空间 单独办公 我觉得他事实上 我觉得他听那种心酸 对不对 其实办公室主任 感觉他才是应该是那个 负责这个 市长所有一切 结果不是嘛 你没款 他没有权嘛 除此之外呢 市上你看包括 还有陈雪惠 陈雪惠 前社会局局长 可怜到 我一个社会局的局长 一年两百亿的预算 我连基要秘书都不能带 我的天哪 一个局长连 什么叫基要秘书 基要秘书就是贴身的 贴身的小秘书 他做什么叫什么 对 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是别人的 橘子挂哪一个局的基要 社会局 可问题是 请问社会局长敢管他吗 不敢 不敢嘛 弄到后来 他觉得自己很辛苦 非常辛苦 任内酗酒 陈雪惠是很专业的社工人才 没有错 我觉得这样的 会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心酸 对不对 我觉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糟蹋人才 任内酗酒 但是你们就这样糟蹋了 各位 那么在这个所有的一切 发现一件事情 那么从橘子这个事情 因为会拍马屁 因为会讨组织欢心 所以后来就一个一个把这些老将这些 那么拥有非常好的内外在的这些有能力的局处手上 一个一个全部逗走逗垮嘛 是 所以我就不知道 这个难道就是你民众党的那个立外院总招黄国昌所说的 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 非常谢谢瑞德哥请瑞德哥回来我想问阿淼 阿淼你在台北市也待了很久 这些事情你一定多少都有耳闻 可我看完举止这些手段 我想到文化大革命 这件事情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来最残忍的一段革命 而它的革命是来自于内斗 来自于红卫兵互相举报 这些红卫兵只效忠毛主席 他的爸爸可以举报 妈妈可以举报 他的家人可以举报 他的老师可以举报 他的长辈可以举报 只要长辈家人 爸爸妈妈有不忠于毛主席的 他就举报 举止现在在干一模一样的事情 他真的这么夸张吗 我觉得正好 把这个比喻为文化大革命 是有点过度夸奖柯文哲了 如果柯文哲听到你这样讲他 他搞不好很高兆 因为他的偶像是毛泽东 原来他跟他学习的对象 你学那么像 那怎么跟各位报告 其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 需要非常高的组织技术 他是发动中国全国规模的 从上到下这么多的人被洗脑 然后自主性的去外面 做了很多的活动 但是柯文哲其实没那么厉害 没这么厉害 他的管理学其实是非常浅 因为他经常自比雍正皇帝 那雍正皇帝在这些历史小说里面 写最清楚的人格特质是疑心病很重 柯文哲疑心病很重 基本上他没办法信任任何人 你看这个政治现金案 木可公私案 一路跑到这些金华城案 根本没有一个他真的完全信任的人 但是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他最信任的人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会跟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说 我最相信的就是 哈哈哈哈 又模仿起来了 每一个都这样讲 每一个人都以为他是柯P最信任的人 但事实上他落实了什么叫做单线领导 就是对于李文忠 蔡碧如 谢明珠 陈志涵 橘子 他这些身边的所有左右手 每一个都直接对他 对都是单线领导 全部单线 每一个都直接对他 这些人之间啊 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他们都很喜欢柯文哲 对 但是他们彼此相互都不喜欢 对 就是营造出来的这一个文化 所以怎么样 所以柯文哲就觉得说 好 你们每一个都可以单独被我控制 对 他就比较有安全感 那橘子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橘子他扮演的角色就是 他会协助柯文哲是说 他会看看其他这些人 有没有不够忠心的地方 这就是橘子的任务嘛 赛碧如任务是什么 你看之前这 碧如节手遇有沒有 对 赛碧如的任务就是 代表柯文哲 在帮忙瞧这些事 李文忠帮忙处理什么 啊 钱的事情 钱搬出来 对不对 陈志涵负责什么 负责呛议员 到外面到处乱咬人 战狼 对不对 你看每一个人都有分工啊 橘子的分工就是 他非常低调 其实刚刚前面讲说 他到议会来爬爬照啊 拍议员什么 他非常少时间跟议员接触 这个人喔 他是隐身在幕后人 陈志涵责讲到重点 因为我刚刚看新闻看到一个重点 橘子这么大的一个关键角色 在议会拍议员的时候 朱卫景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所以时间关系 我们休息六秒钟 回来让阿苗分析一下 橘子这样的人是最可怕 权力最核心 可是形势最低调